你能猜出眼前这位美女的真实年龄吗 这是泰国一档奇葩的综艺节目 选手通过观察 准确无误地猜出舞台中央美女的真实年龄 就可获得百万奖金 同时舞台旁边的三位嘉宾会辅助选手答题 你们觉得眼前这个酷女孩年龄多大呢 这个漂亮的小姐姐真是人很心善 直接给出了30岁的年龄数值 还真不怕得罪人 一旁年龄偏大的女嘉宾 则不同意漂亮小姐姐的观点 觉得这一身打扮 怎么说也不可能30岁 最后给出了27岁的年龄数值 蓝衣男嘉宾反应迟钝 她通过挨个鼠美女身上的纹身术 给出了28岁的年龄数值 她最后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更是引起现场的片刻骚动和讥笑 不得不说你这个方法真骚 灰衣男嘉宾从美女骨骼的衰老程度上分析 台上的美女都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怕是个法医吧 同时她也反驳了前面嘉宾的说辞 并说美女这身打扮应该和职业有关 她有可能是纹身师 并且给出全场年龄数值最大的32岁 最终台上的两位年轻选手 听取了嘉宾们的专业建议 最终将年龄锁定在28岁 很显然 这两位年轻选手猜错了 主持人让美女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她竟然是27岁 没错 台下的女嘉宾猜对了 果然还是女人更了解女人 美女也表示自己是职业的纹身师 未婚 同时也展示了几张自己的美照 不得不说 还是相当惊艳的 她还说 刚刚有一位男嘉宾 通过数自己身上的纹身术 猜她的年龄 其实 美女背后的星星图案 就是27颗 每增加1岁 她就会去多纹一颗星星 也表示自己全身几乎85%都是纹身 并且都是自己亲自设计的 她觉得很是漂亮 屏幕前的朋友们 你能接受这样的纹身吗 真是好奇心害死猫 现场的嘉宾 更是上台来观摩美女身上的纹身 美女更是开心地分享着每一个 纹身背后的故事 不得不说 还是相当酷的 但是 千万不要模仿 更不提倡哈 其实 在大庭广众之下 一大群人去盲猜美女的年龄很是不好 如果你偶遇一个女孩 一般女生的年龄都是隐私 你会如何一眼辨别出 这个女孩的年龄多大呢 你会用什么方法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